本地新增271起冠病确诊率 当中包括两起奥秘克戎病例 两起都是输入型病例 再有一人因冠病病发症逝世 累计死亡病例810起 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 目前有466个冠病患者住院 60人需要输养 35人在加护病房 当中5人病情不稳定 需要接受密切观察 30人情况危急 需要插管治疗 目前加护病房整体使用率 为47.6% 新增的271起病例中 221起是社区病例 6起来自客工宿舍 其余44起是输入型病例 我国每周社区病例增长率0.58 目前累计病例达到了 275,655起